四十一年前 丈夫一句摔死她的话 让囚女士暗暗下了决心 一定要把小儿子送走 从鬼门关里走了一遭出来之后 囚女士就开始寻找合适的人家 可是在那个年代的农村 家家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养一个人 所以合适的人并不好找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 小儿子眼看就过了一周岁 按理说母子连心 养了一年了感情更应该深厚 囚女士为何还是毅然决然 把儿子送人了呢 据囚囚女士说 这跟她的丈夫 还是有分不开的关系 那么丈夫到底做了什么 你养着这一年多 你老伴当时叔叔 还嫌弃过这孩子吗 他要是乐着在炕 我们这火炕 他要是玩着 不能不能玩 他到跟前大声大声 他一哭他一下就踹下地了 他说我老嫌恶他 老嫌恶这三儿 我就被疯了似的 看着谁就问 我说你有要小孩的吗 你有认识职工的吗 我看着谁就问 就疯了似的 突然间碰了一个人 他就给找一个人家 我就等一天等一天 人家都说 这孩子既然给你 得赶紧给你 不给你 说他就得死了 我一抱他 我就心露着说他 我说那小三儿 我给起门叫小勇 我就说他有勇 就活下了嘛 我也不识字 我就真的说 我说你好好活 那小勇 我说你呢 那妈给你找个好地方 我说你别死 我听老人说 说要是说给人家 说给人家就在这边 给人家有的想法 不能再在家了 胡云 这就好都想疯了 一会儿现在就想找找找 我说大山里头 好活地哭 要不然你都说了 阿姨别激动 阿姨怎么 没事 就在那节目 我活着之前 和我演之前 我肯定见了 我在想阿姨 就比如说一个孩子 哪怕是个小猫小狗 在身边养上几天 都很有感情 你养了一年多的孩子 那么有感情 你一定记得 当时送他走的那一天 我说过来了 那俩人说 哎呦 说他妈还挺好看的 就跟着介绍人说 说是 说他挺好 说他孩子一定好看 就听说是 就是这个小儿 他的妈爸爸 是那个天津养养青 条件怎么样 条件 条件 条件还行 他那大哥 在新龙县的临场 职工